最新數據來看到 交通違規紀點制度 在今年六月三十號修正之後 因為規定交叉路口 跟公車站的十公尺之內 違停的話就要紀點 引發計程車 還有貨運業職業駕駛的不滿 而根據交通部公路局的統計 截至十二月七號 目前有九百四十四個人 達到了十二點 掉扣駕照的門檻 另外違規次數最多的 其實並不是違停 而是超車 交通部公路總局表示 紀點可以讓駕駛有所警惕 避免後續持續的違規 被掉扣駕照